都说老虎屁股摸不得,但这句话并不是在什么时候都管用,忘记了说,美军在近期和伊朗的正面较量上,就没有占到什么便宜,反而是被伊朗人多次调教, 例如在2016年时,美军航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,近距离观摩伊朗军演,不料却遭到了三枚失控火箭弹的袭击,同一年,美国海军陆战队两艘小艇在迷失方向进入伊朗水域时,被伊朗海军当场俘获,这些势力都让美军丢尽了颜面,而往远了说,美军更是有一段屈辱历史,至今都不想对外公布, 时间回到1967年6月8日,一艘航行在地中海上的美国情报舰,正在执行任务,目的是监视以色列和埃及爆发的战争走向,而这一天也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天, 不幸的是,当这艘7700吨的军舰,驶入到海岸线不远处,就遭到了一顿劈头盖脸的猛烈袭击,它先是被袭击的战斗机,扫射了上万发子弹,而后又遭到了鱼雷顶的火箭弹和鱼雷袭击,最终损失惨重,事后统计34名美国水兵在袭击中丧生,另外有164人负伤, 可以说,这是二战以后美国海军遭受的最为惨痛的战争损失,那么,这次袭击美国军舰的,到底又是谁呢?胆子居然这么大,敢在太岁头上动土,说来也的确是让人哭笑不得,原来发起袭击的,正是美国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以色列,这起乌龙事件的主角,在事前就已经提前通知, 聊外界,各国舰船不要在相关水域出现,否则后果自负,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,美国海军在向这艘军舰连续下达了五次警告后,依然没有得到回应,当以色列战机将其起过一轮早后,才警觉到自己做错了什么,但为时已晚,悲剧不可避免的发生了,事后,美国人压制住了心中的怒火,没有对此事件做出任何回应, 毕竟犹太财团在美国国内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,他们很快压住了这起事件,直到如今,美国人也无法忘记这件事,的确,原本一场不可能发生的惨剧,在最不合理的情况下就这么发生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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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